嗨大家,這是我,羅文煌 因為,之所以決定把話題放在閒聊的原因 其實大部分是因為它是一個只有中國人朝夜發生 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種情況下其實就很難做直播 我們咱們就只能把這個話題拿來做閒聊 大家早安,是早安嗎?我的早安是你們的晚安 男主在中國人的眼裡面根本就是夜夜夜光 你們的晚上我都在發瘋狂 不過anyway,今天要跟大家 因為有網友提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已經是蠻久以來蠻多人的事情 就是常常在亞洲在學習理學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聽到人家說 大家聽到人家說,啊什麼 會遇到啊,會開路啊 其實可以說他對你們開始會有什麼事 反正不管怎麼樣 可是一般來講是說 好像你如果跟著海朋友的事情的話 你就會因為這樣子有遇到 因為這樣子有開路感 就好像開光一樣 遇佛像是開光的感覺 然後今天我要在這邊 為什麼這個話題我很久沒有講 因為我,就像我說的 它像是落入到我的觀念裡面 認為它應該是 common sense 應該是一個common sense 然後之後才發現原來 我一直以為的common sense 原來都不是一個common sense 哈囉哈囉 第一次跟上 我們是在閒聊 所以閒聊可以支持什麼 打斷 不過今天要為什麼要講 所謂的common sense呢 就是 就是 我們今天拿單子來採好的誤道 我們先講開誤 誤道 誤道 什麼叫誤道 就是跟領悟一個道理 看一個道理 然後看一個誤道理 什麼情況下可以領悟到一個道理 基本上 它可以透過很多種方法 當然你要跟著老師 也不會跟著老師 也不會阻止你去跟著老師 今天生一個比較小嗎 大家討論一下 等到我的麥克風真的壞掉 要換一支的話 如果 咱們再給它一點點希望 如果 它還是繼續很小聲的話 那這支麥克風 現在就是 受終救急 好嗎 然後 所以anyway 我要說的是 所謂的誤道 所謂的誤道 基本上就是 真的比較小聲 不會吧 誤我真的聽不到自己 好 我決定 這個麥克風 該是要 但是要 呃 鮮鳥携錢 還可以吃便宜 這樣子嗎 這麥克風已經從這邊都摔壞了 呵呵 這樣子呢 這樣子聽得到嗎 這樣子聽得到嗎 聲音有比行常小聲 哇 真的是夠了 我覺得這支麥克風 在經過昨天的 昨天的 呃 經歷之後 已經被我整個摔到地上 摔到爛掉了 呵呵 這麥克風已經受終救急了 不過看在它陪伴我們 兩年的份上 呵呵 兩年直播的份上 兩百多集的份上 呵 咱們 咱們就自給它一秒鐘的哀悼吧 好吧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到垃圾桶裡面 嗯 anyway 回到主題啦 主題就是 很多人想問我說 是不是跟著哪一個老師就可以開悟 是不是跟著哪一個老師就可以悟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我的觀念裡面 所謂的悟道就是領悟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不管它是什麼道理 你知道嗎 它並沒有特別的 嗯... 像是什麼開光開眼 這種... 這種東西啊 一開始我在接... 接觸靈學里程的時候 其實我的阿姨 我說過我的阿姨 本身也是一個很迷信的人 然後因為很迷信的關係 導致於說 她會告訴我說 我要去給人家開光阿 我要去... 我要什麼開天眼阿 我要... 我要什麼... 真的很久了 所以講不起來 什麼要找本靈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什麼噱頭都有 可是我之後再慢慢這樣子 一步一腳印走過來之後 我其實發現阿 所謂的... 悟道或者所謂的開悟 它其實是一種... 它其實是一種領悟 你懂嗎 就是當你對人生有一種領悟 當你對靈學有一種領悟 當你對... 對一種道理 就是你人生可能一直有一種道理 然後你解... 解不出來 然後突然間你好像頓悟了 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開悟 那這種開悟它可以透過很多很多的方法 來得到這個結果 你知道嗎 就像是你如果常常聽到 常常讀一些書阿 然後很多書 可能因此讓你有所領悟 或者是你常常聽人家演講 或是常常聽... 聽一些你喜歡的人 在解釋一些道理 因為我們通常只會被我們喜歡的東西 喜歡的主題吸引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在透過這樣種種的學習 或者種種的研究 種種的... 嗯... 不斷的... 探索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大家有經驗的應該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在莫名其妙之中 也不是因為某一個人 而是這些... 這些年來不斷的經驗累積下來之後 頓時之間你好像發現這些所有論點中的一個共通點 或者是頓時之間你好像了解了 他們這些所有的人在講的道理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也就是所謂的誤導 因為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說 人生功誤雖然很難做 可是領悟卻只要一秒鐘的時間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你可能這樣做做做做 然後領悟的時候 欸!突然腦子就清醒了 那些堵住的大便頓時之間這樣 欸!好像...好清楚這樣子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我所謂的誤導 所謂的開悟 那人生中有所謂的誤導開悟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層面 就像對我來說 它可能有靈魂的層面 可能有所有靈界的層面 可能有甚至包括人生課題 人生目的或人生東西的時候 所以它會種種不一樣的過程當中 或種種不一樣的話題、主題 依照我個人喜歡或個人想要研究 想要探知、想要探索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會慢慢的得到一種屬於我自己的領悟 所以你們會發現在follow我很久的部落格 我常常講說 要得到誤導最好的方法 我個人覺得啦 在誤導之前要... 要得到誤導的最好方法 其實是身體力行的去過你的日子 你知道真實的面對你自己的情緒 你的哀傷、你的快樂 然後面對你人生中好像很難克服的功課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即使它們看起來好像是完全連不著編的 你知道嗎 可是真的在你每一次、每一次經歷過 每一次沮喪、每一次爬起來、每一次沮喪 每一次爬起來的過程當中 你都會有所領悟 你都會不自覺的 欸!好像學到了些什麼 即使在那個當下 你好像沒有辦法給它做結論 好像沒有辦法做總結 可是我...至少我個人的體驗來講 在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站起來 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站起來的時候 感覺好像不自覺的 你知道身上的肌肉又多了一點點 你知道嗎?身上的感知又多了一點點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的累積之後 其實就會...促使你到達那個所謂的開悟的境界 所以做法超度或幫助他人能促使開悟發生嗎 嗯...有人說開悟等於成佛 那些佛都從來... 做法超度或幫助他人能促使開悟的發生嗎 這個東西不是確定的、不是肯定的 嗯...我今天這樣講好了 我今天如果要超度鬼魂的話 其實你們... 你們這些靈媒們嘛都應該知道 要他們進入到白光的前一段 其實是要讓他們學會放下 那個放下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讓他們 靈魂留所領悟的道理 這種道理其實很多時候不需要透過做法 也不需要透過超度 它只是需要透過一種感知的傳送 你知道我意思嗎?所以這種感知的傳送 其實很多時候在我們人類的...人類的語言來講 因為我們的感知被教育的沒有那麼敏感 你知道嗎?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靠過言語 我們需要靠過視覺 或者是我們需要靠著聽覺的刺激 才有辦法得到那個領悟的境界 所以嗯... 我不認... 我個人不覺得開悟等於成佛 這件事情 你走到我這一步... 你走到我這一步 其實真的很難解釋所有事情 因為就像我說的 如果你們了解我一直在說 每個人身體裡面都是一個... 都有一個高等靈魂的話 那你們自己本身就應該知道 這已經間接著在講說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菩薩 你知道嗎?你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菩薩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足以可以領導他人的一個... 你知道...活生仙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可是你們知道意思嗎? 所謂的佛、所謂的菩薩、所謂的高等靈魂 其實真的是一種 perception 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知道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知道比你多的話 那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在某一些人的眼裡面 可能就是一個菩薩、可能就是一個佛 你知道我意思嗎?所以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會覺得說因為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已經得到我的...呃... 了解了、認知了、我已經誤道了 我因為誤道了、我開通了 所以我可以教育給其他人 你知道我意思嗎?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們不要講神佛的東西 可是基本上它...它真的只是一個 perception 的問題而已 因為如果你們真的可以了解我的立場 或者是了解我所看到的東西的話 每一個人不管他的身份高低 不管他知道的多少、多壞 或多多或者怎麼樣 他們本身內在就有一個所謂的 呃...指導靈、高等靈魂是 足以成為任何人的... 任何人眼裡的神佛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呃...開悟是修行的開始 是 我這句話會比較贊同 所以多數的腦袋都被框架了 所以理解可以在一個瞬間沒有錯 因為我們大部分之所以不能理解 你會發現...你之後會慢慢發現 當你在面對人生功課實際去活你的生活的時候 你會慢慢的體驗到 其實那些以來一直阻止你沒有辦法去開悟的 或沒有辦法去了解一個道理的 大部分來自於你的生長環境、你的背景 然後你的認知、你的邏輯你知道嗎 因為這些教育的關係導致於你一直有一種拉扯 然後沒有辦法... 感覺好像沒有辦法突破那個... 瓶頸的關係 所以我個人其實是認為 能夠幫助你、協助你了解頓悟... 頓悟然後認知更多的最多方法、最好方法 其實是多多去接觸這個多元的世界 當你接觸的東西越多、越多元的時候 其實你就越能夠了解這其中貫穿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可是當你的世界永遠活在一種只有單... 單方面成位的就是... 你知道你們常聽人家說 所有東西都是雙面的 不管你在做什麼事情都是雙面的 可是有些人他會滿於活在一種 屬於單面認知的世界裡面 當他們習慣活在一種單面認知的世界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所做出來的決定會只有黑色跟白色 對跟錯、對跟錯 可是他們卻忘記這個世界如果越是多元的話 其實它的灰色層面是越多元的、越多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所接觸的灰色越多 就是你的世界再也不是只有黑色跟白色 而是你接觸的層面越灰色越多的時候 你之後會找到一個貫穿點 就是把所有的黑色、灰色跟白色 甚至藍色、紅色全部貫穿一起的那個所謂的真理 那個真理叫做這些東西都叫顏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呵呵呵呵呵 所以你就再也不會說黑的是好的、白的是好的 你會以一種很多元的角度看到 這個所謂的東西都是... 都是顏色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這一個領悟它本身就是所謂的開悟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我個人來講我是覺得它不需... 它真的不需要特別透過哪一個老師 或特別透過哪一種行為來得到的一種... 一種體驗 而是我個人覺得我們之所以身為人嘛 我們身為人就有身為人的道理 好好運用我可以講話我就講話 我可以看我就多看 我可以聽我就多聽 我可以走我就多走 你知道嗎 我們好好運用我們所生下來 擁有的這些所有感官 你真的就會得到 你至少... 我個人很肯定的告訴你 你至少就會得到你這個靈魂應該得到的領悟 那麼... 你本身自己存在活著的日子 就是一種開悟你知道 所以anyway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之前一直沒有做這一個... 這一個topic的原因 真的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是一種common sense 你知道 就是... 我不覺得它是一個... 特別的話題需要被講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自演講得很明白了你知道嗎 所以... 不過... 只是... 蠻驚訝 就是蠻驚訝其實還蠻多人問的 所以才說那乾脆這一集咱們把它... 把它講清楚 所以曾經被幾個宗教團體一直圈說 一直要叫我入道才能開悟跟修行 不然好像只有他們... 不然就是好像只有他們宗教才是唯一 那種感覺好像老實會一樣 是啊是啊 我知道你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反正我從小到大已經被很多宗教 說我如果不信它... 我不信它就得不到永生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不過... 至少以我個人的實驗啦 或許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聲音嘛 我允許很多聲音的存在 所以我相信很多聲音會告訴我說我是錯的 呵呵... 不過我只能以比較親身體驗的跟大家分享說 在我這麼多年的靈學歷程來講 在我... 至少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我...此時此刻我還蠻喜歡我的好奇心的 因為我的好奇心讓我鑽研很多一般宗教學者不會去鑽研的地方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會... 我會想辦法想要知道連接點在哪裡 我會想辦法想要知道我知道這些為了... 究竟是為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 然後知道了之後 又如何把它應用在生活上面 你知道我意思嗎 然後我覺得因為這樣子的好奇心驅使 導致於說我慢慢的其實有辦法開始了解 古人說那些很深奧的話到底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深奧是很簡單的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所以也是慢慢的可以了解說真的... 真的啦 此時你們再問我的話 我相信別人會有不一樣的說法 可是就我個人來講 就我個人的親身體驗跟人生體驗這樣來講的話 我真的覺得悟道是一種... 你知道嗎 它透過經驗累積 透過你的... 透過你的知識 透過你的... 你知道... 體驗 透過你的個人經驗所累積出來的一種領悟 這種領悟其實真的最好的方法是你們 真真實實、切切實實的去過你們的日子 你們真的就會有所領悟 而不是老是覺得 啊我... 我就是一事無成 我每天就是在耗日子 你知道嗎 你們眼中的所謂的耗日子 真的沒有人是在耗日子的 你知道嗎 即使你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即使你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的狀況下 你知道味道也會不一樣 今天的天氣也會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每天其實都是一種很微妙很微妙的方式在成長著 你知道 只是不要... 我是覺得與其... 講的... 講的與無倫次 我的腦子常常很多東西聚... 聚集在一起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講話 我都不知道從哪一個點開始開始 我今天要講的是 其實你們常在follow我的人 你們應該知道 我不斷不斷的告訴你們說 人生中其實永遠都有選擇的 永遠都有選擇的 你... 你這一刻可能覺得自己像個狗熊 你下一刻可以選擇讓自己變個英雄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這一刻覺得很不快樂 你下一刻可以想辦法讓自己變得很快樂 因為當你開始發現 我一直在跟大家宣導一件事 你們應該有發現 雖然它花了我蠻久的時間去了解 可是我希望讓大家知道的是 為什麼我不斷的教育你們說 嗯... 父母是你選的 為什麼我不斷的跟你說 人生功課是你選的 為什麼不斷跟你說 這些課題都是你鋪陳的 其實你發現最主要的一點是 我只是希望你們能夠認知 你才是掌控你這個人生的那個人 才是那個人 不是那個天神 不是那一個... 不是那一個宇宙萬物 不是誰 而是你 這一切的開始都是由你開始的 因為唯有在你可以掌握到 我才是掌控自己人生的那個人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我的人生裡面到處都有選擇 到處都有選擇 你知道嗎 因為唯有你開始那種... 那種掌控感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做改變 你才有辦法對你的現在生活做一些改變 才有辦法朝著你想要做... 想要走... 想要成為的那個人方向前進 要不然你就會一直處在那種 很... 叫做顯性或者已經隱性的 我不管什麼 它都叫做顯性或隱性的受害人 受害人身分在過日子 所謂受害人身分也就是說 我... 對我的生活完全無能為力 這是... 如果你們有注意到的話 這是從古至今 我們不斷被教育的方法 可是我這樣講是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個權力的世代 我們已經過了那一個 我們老... 老早在幾千年幾百年前 就已經要學好的那個權力鬥爭 你知道嗎 那是我們最基礎的課程 既然我們已經學過了 我... 現在我們要進入最... 到新的所謂的光子時代 還是什麼時代 這種所謂的權力鬥爭 它其實是已經沒有必要了 既然權力鬥爭 它其實沒有必要 也就表示階級成... 階級它本身也是沒有必要 既然階級沒有必要的話 表示你的身分也是不重要的 你是嗎 你是做什麼的 你是什麼人 根本都是不重要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種平等的存在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創造出那個... 那個我想要什麼 心想事成 我... 我... 我心裡有什麼追求 我渴望我就可以勇敢去冒險的 那一個人呢 真的... 你第一...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必須先把自己的主權找回來 你真的必須把自己的主權找回來 找回來過程中 我不是說它很簡單 因為在... 在我必須接受父母是我選的 我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擁有很好的父母 像... 我的父母就不是特別好 你知道嗎? 所以我知道這是一個很難接受的... 很難接受的概念 可是... 一旦你接受它了 你就會發現說 你在接受的同時 你增加了一塊肌肉 是你從來沒有去面對的 這個肌肉叫做 我也同時願意承擔我選擇的後果 不管這個後果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所以在我不斷教育你們所有的話題裡面 其實真的只有一個共同點 讓你們找回自己生命的主權 找回生命自己主權之後 你再學會怎麼愛惜自己 怎麼珍惜自己 從這一個點開始出發 你創造出來的生活 絕對不會遭到你不... 你討厭它、恨它 或者是甚至厭倦它 而排擠它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過anyway 這個一講下來 又會講很久 今天為什麼... 我就說我腦子的東西很多 閒聊... 尤其是閒聊的時候 特別容易轉話題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 老公說為什麼講200集 還有話題的原因 因為你們大家都知道 以我這個身處的環境 我認知的東西裡面 常常很容易問題滾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會一個問題 再滾一個問題 滾到下一個問題 不知不覺的200集 就這樣不見了 你知道嗎 然後講到的東西 是不是全部都講完 也沒有全部... 知道的東西 也沒有全部都講完 因為可能講了一個話題 它就不知覺又滾了 滾了十個問題出來 所以anyway 今天... 今天只是單純就針對 開道跟悟道這件事情 因為就佔我在說的 它在國外沒有這種 它在... 仔細想想看嘛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運用到大自然上 它不合理它就是不合理 你知道嗎 合理的東西它絕對古今中外適用 它不會只適用在中國人身上 不適用在外國人身上 你知道嗎 所以我今天在說的是 開道悟道這件事情 有沒有?有!國外也有 可是不一定要特別遵從哪一個老師 你才會悟道 可能有些人因為我跟你比較和平嘛 你講的話我比較聽得懂嘛 因為你講的話我比較聽得懂 所以聽得懂之後就比較容易了解嘛 了解了之後我比較能夠消化 消化之後我比較能夠有自己的領悟出來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就像我說 如果你認知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存在 每一個人都是單獨的... 的個體的話 你就會知道每一個人的振動頻率不一樣 認知的方法可能也會不一樣 這一個老師他對這一個人可能可以產生誤導 並不表示他對這一個人也同樣能夠產生誤導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可是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們真真實實的去過自己的日子 因為你們有過過日子的人都知道 它絕對有高低起伏 它絕對有讓你很高興又很幹狡的日子存在 為什麼?因為這些生活體驗 這些你喜歡或不喜歡的生活體驗 它絕對會讓你在心中產生一種領悟 這種領悟不管它是適合在別... 是... 適不適用在別人身上 它絕對是最適合你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領悟了 你也就成佛了 你們就呈現了 你們也就不會受 你知道七情... 七情六欲的束縛 沒有辦法進化到下一個階段了 對不對 不過anyway 喔... 這樣一直講... 一直講都會講的 等一下我剛好看到一個問題 我現在回去找我看 找不到 找不到我就不理你 哈哈哈哈 OK 維尼我不是故意要忽視你 可是你想問 變成鬼之後 進入白光之前還能做功課嗎 在進入白光之前 你一定要學會放下啊 你知道嗎 你放不下 你進不進去啊 對啊 所以呃... 功課 做功課這件事情 真的... 還是在你有身體的時候做比較好 呵呵真的還是在你有身體 因為我已經說過 為什麼是人 人是有一種感知的動物 我們有感官、有感覺、有... 有... 因為有感官、感覺 所以可以讓我們有所領悟 所以你要做的功課 真的盡可能在你還活著的時候做 而不是在你死的時候做 因為你在死的時候做 是不是表示說你不會領悟? 不是 你通常還是會領悟 只是因為這個領悟 在你死的時候 它是一個新的領悟 所以通常在你下一輩子要輪迴的時候 它會變成你的... 下一輩子的功課 功課主題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新領悟 然後你的靈魂要確定你 你在這一個領悟上面熟能生巧嘛 長肌肉嘛 所以它通常你在死後得到這個領悟 你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功課 因為做功課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要跟人與人互動 或者是不只是人與人 可能人跟動物 可能跟人跟植物 我不管你人跟什麼互動 可是你人本身要跟東西互動 互動之後產生所謂的感官效應 可能你會因此而得到所謂的喜怒哀樂 可能會因此會覺得身體上 會有不一樣的感官感受 透過這樣子的東西 才是造就你靈魂肌肉成長的主要原因嘛 所以功課不要留到死後做 功課一定要在你死之前做 呵呵呵呵 呵呵 等一下 一直想 突然覺得當時OK 壞了嗎 一直... 對不起我正在看 我還在看五分之中 閒聊就是這樣 閒聊總是在回答五分鐘之前的問題 呵呵呵 記得南懷錦說過 開戶後也要繼續修行 不然會退...不休會退步 是啊是啊 沒錯啊 因為領悟之後 然後... 領悟之後那種感覺像什麼啦 那種像是... 你知道以前啊 以前在學五功的人 不是說要給你打任毒二賣嗎 然後任毒二賣打通之後 然後你的功夫就會頓時很厲害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打開之後 然後你頓時感覺一股那種 新的力量在你內在產生 可是你如果沒有去運用的話 其實... 就等於廢掉了你知道嗎 就廢掉了呵呵 所以... 是... 領悟之後其實還是要回到應用在生活上面 你才會知道自己那塊肌肉到底有沒有長 一直想起很多年前做人處事的方式 突然覺得當時如果可以換一個方法去處理 結果會不同 這是啊 這算是突然開竅 是 所以通常你如果領悟到多年前 我做的方式好像不太對 好像可以用新的方法做的時候 一般真的頓悟的人會開始試著用那個新的方法 在處理現在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然後再藉由這樣子的行動去瞭解說 欸!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你知道 然後或者是不是的話再從中再改進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開悟跟開... 開悟這件事情它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 一下子就做得完的功課 它是一個你... 要不斷的慢慢的在做的功課 你知道啊 呵呵呵 知識當常識的 對啊 沒有... 我講的東西沒有宗教... 我沒有... 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有宗教性的人 呵... 不過... 所以... 嗯... 好... 我... 閒聊不是要講很久 我盡可能不要講很久 我盡可能閒聊不要講很久 因為你知道嗎 我老公明明中文就聽不懂 然後每次看到我閒聊的時候都會說 為什麼你話那麼多 呵呵 然後他會跟我講 為什麼你話那麼多的時候 我下去接什麼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可以做兩百多幾的原因啊 呵呵 因為我是一個講到對的話題 我可以自己講一講一講 可是你知道嗎 可能跟我的現實生活中 有一點點差距的原因是因為 我老公其實很難想像我的話 為什麼會那麼多 我是一個如果話題不對 就是我不喜歡的話題 我其實會很安靜的人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我老公有時候在家裡找Party的時候 然後他找那些人 你知道我不是很會聊哪一個偶像 然後他們的私生活 或者是你知道最近流行穿什麼 最近化妝化什麼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對這樣子的話題 或者是教養小孩子 或者幹嘛 我沒有辦法對這樣子的話題 聊太久 太久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時候Party上 我發現老公的一些朋友 講的話題都很瞎了的時候 我就會變得很安靜 我就是那種標準 你們會覺得很安靜 然後就是你知道 嗯 笑一笑 然後會問說你要吃什麼 你需要喝東西嗎 然後或者是話題只要不對位 我會說 嗯我先去煮個飯 或者我先去上廁所 你知道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其實蠻安靜的 所以有些時候 我老公很不能理解 像我如果比較合得來的朋友 我們可以去吃個午餐 然後一聊就是聊四五個小時 然後我老公又不能了解 四五個小時你都在聊什麼 可是聊什麼 其實基本上就跟閒聊很像 就跟版主在做閒聊很像 你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講一個話題之後 然後我的... 我... 我講的話題 常常很容易話題滾話題 你知道嗎 話題然後就滾了問題 問題又滾了問題 然後因為這樣子 常常會不知覺的時間就不見了 呵呵 然後很好笑 我在這邊說 我不要講太久 我相信我現在在回頭 應該又講了超過三十分鐘 呵呵 那麼關於臣服 如何區分臣服和不作為 這個我們改天再講 因為我臣服... 我覺得... 臣服... 臣服叫... 英文叫 surrender Surrender是一個版主 我花蠻久的時間 需要去 overcome 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中外都有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中... 中外都有的問題 我會留到直播的時候 我們在講 想要誤導所以先擺脫... 偶像崇拜 是沒錯 以為在叫我 呵呵... 哈哈哈哈... Winnie... 啊... 詞Winnie非比Winnie... 為啥版主講遠離七情六欲 笑得怎麼開心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七情六欲 是一件很難脫離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七情六欲啊 是一個人類才專有的情感 我這樣講得懂嗎 雖然很多人常跟你講說 我覺得神啊... 神會告訴你 丟下這些吧 因為其實在靈魂的境界裡面 這些東西是不需要的 因為他們沒有感官 因為他們沒有感覺 他們在看卷... 看卷所有東西的時候 都是一種比較理性的方法去解決的 然後因為他們很理性嘛 所以理性鋪陳出來的功課 你們大家也知道很難做嘛 有沒有 有點難做對不對 所以因為當初在鋪... 鋪設人生平台、人生課題的時候 沒有把情感列入考量加進去嘛 只會以一種理智的方法說 嗯... 這是你可以做的 你曾經做過你應該可以做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就傻傻的給自己鋪了這麼難的功課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所以你會發現跟那些高齡們通靈的人 跟那些你知道靈魂們通的人 常常會叫你要放下 不要有七情六欲啊 就是要空空空空空到最高點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知道嗎 他們都沒有發現 這種中還有一個矛盾點 矛盾點在哪裡 如果真的人生的目的是 為了把這些東西全部都丟掉 而成為所謂的空的存在的話 那麼為什麼在我認識的 第十階的靈魂 到最後還是要成為人回來 你知道 那就是因為這個觀念 又讓我去研究說 為什麼嘛為什麼 然後他們又說 因為人是唯有感知、有感官的存在 好!人既然是有感知、感官的存在 這些感官、感知創造了什麼 創造七情六欲嘛 你知道為什麼?所以 會笑得很開心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這是 我在靈學裡面其實常常會找到他們的矛盾點 你知道他們矛盾點在哪裡 然後找到這矛盾點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會覺得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循環 你知道它是一個很有趣的註解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循環 然後我會因為這樣子而不自覺地 落入自己的腦洞裡面 呵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落入自己腦洞的人 我沒有太多八卦 呵 話題不對變安靜 對啊對啊 真的話題不對我會變得很安靜 我會變得很標準、很標準的那種 你知道亞洲太太就在那邊打掃 然後在那邊煮飯 啊你們吃、你們吃、你們聊就好 你們聊好就好 只是不想跟他講說 其實我真的不想跟你們聊天 呵呵 對頻道隊很好聊啊 頻道隊可以一直聊 就像我這樣子啊 我跟你們可以 我閒聊可以聊很久的意思是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 第十階是什麼高靈? 第十階是可以 是以人的方式存在 然後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靈魂 你知道嗎 可是在你進入到這一階之前 你真的要了解還蠻多事情的 就像以人的私心來講 我們都會不自覺想要改變 我們想要改變 可是我們忘記任何一個改變 那個行為 其實都會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就是 它可能在這個當下 在你做改變的這個當下 它不但改變了你的未來 也改變你的過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呵呵 然後因為這種 這種還 還沒有辦法了解 Big Picture的狀況之前 其實是沒有辦法成為第十階靈魂的 因為喔 因為你會不自覺的 不管你進入到哪一個空間 你進入到哪一個時空 你會不自覺的想要改變 而沒有去思考它後再的 後續的影響層面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之後發現 其實能夠成為所謂的 第十階靈魂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你的身體啊 可以隨便你變化 變男變女隨便你互不演 然後你的時空可以隨便 讓你跳來跳去 可是如何成為一個存在 卻完全不影響到任何人的狀況下 你知道 這個真的還是蠻難的功課 對啊 所以不要再問我 誰是第十階的靈魂了 呵呵我真的受夠了 呵 第十階的靈魂基本上 他真的會讓你知道他是誰才 真的很奇怪 再來 你問他可不可以當場變成女生嗎 就是當場變成女生給你看 你知道 呵呵 或當場帶你到另外一個時空 你再來 你就知道自己他是不是了 所以不要再問我說 啊我認識這個人好聰明啊 啊那個 答案阿嬤是不是第十階啊 還是誰是第十階 真的我 我已經被這樣子的問題 自從我開發出十階靈魂之後 我已經被這樣子的問題問到有一點 頭腦有點大 所以 我也覺得這是重點 這個一定要畫重點 重點就是以後設計功課的時候 記得要把感.. 情感因素列入 其實我們有 可是我們 因為沒有身體 所以我們忘記的那感受有多強烈 你知道嗎 呵呵 所以我應該說不是沒有 只是我們有 可是就像 這樣講好了 那種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像大學 大學的教授 大學博士班的教授 要安排一個 小學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的 學測考 這樣講 我這樣講你就大概知道了 因為 當你進入白光之後 你真的所有的記憶都恢復成一身 然後頓時間你不懂的東西也都懂了 你知道嗎 然後你頓時就變得很聰明 很進化 你就好像博士班就畢業了嘛 然後畢業之後 你現在說好 我現在要再安排一個功課 就是要你小學 小學學測要畢業的那個功課 然後我們在那個設計功課的當下 因為我們忘記我們已經是博士班畢業了 呵呵 然後在設計的功課當下 我們還會告訴自己說 嗯 一年級可能沒有那麼聰明 可能沒有那麼聰明對不對 然後我們才會刻意的降低自己的 在設計的時候刻意降低自己的水平喔 然後以為設計出來的東西很簡單 因為我們忘記說 其他堆個博士班來講是它是很簡單的 可是我們忘記說我們 我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多笨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忘了小學一年級有多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設計出來的功課 功課可能我們就會想說 啊這個很簡單吧 這應該小學一年級都會吧 一加一等於多少對不對 一加一這這一定的嘛 這個小學一年級一定可以的嘛 然後我們就忘記說 其實那個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還沒有被教育加減乘除的概念 所以他沒有被教育加減乘除概念的時候 他再看到一加一他就會打不出來 然後他打不出來的時候他就很沮喪 他就會開始自己說 我怎麼會這麼笨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人生中有那麼 人生中真的遇到很多沮喪的事情 遇到很多很難過 遇到讓你很多自己腦子怎麼抓 怎麼想都想不透你知道嗎 的答案的時候 版主我在這邊真的有一個建議 不要一個人鑽牛角尖 然後在這邊跟自己講說我自己笨到什麼程度 其實真的不是你笨 而是你那個高等靈魂當初在設計你的 設計你的人生課題的時候 你知道他沒有 他沒有同理性 呵呵 他忘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情況下 當你在人生中遇到難題 人生中走不出來的那個洞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最好的方法就是 四處去身邊問問看 找找看有什麼方法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身旁搞不好有一個 你知道高中畢業 他對他來說一加一就很簡單嘛 或者是你知道大學 或者是也要快讀博士班的人 在你的身邊嘛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好渣在身旁人種還蠻多的 即使這一塊我不懂 我身旁我們當初靈魂在做設計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失敗太多次了 我們每個人都輪回太多次了 然後失敗的結果輪回的結果 我們都告訴自己說啊 我們每次都這樣想 然後每次安排都不知道 好那我現在聰明一點 我現在在身旁多指幾個 就是可以cover你所有area 所有科目的你知道高手你知道 所以真的 你們人生中一定會有沮喪的時候 一定會有想不開的時候 一定會有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這麼笨 為什麼好像全世界人都懂 然後就唯獨我不懂 其實那真的只是一個錯覺 這個錯覺叫什麼 這個錯覺叫是 他只是剛好在那個區塊感覺好像懂 其實搞不好你在任何一個 哪一個區塊裡面了解比他多 因為我們是互相的嘛 那之所以這樣鋪陳原因是幹嘛 這樣鋪陳的原因是因為 高靈門他們沒有辦法預設說 有感官的時候喜怒愛惡到底是 什麼樣子的感覺嘛 所以當你遇到人生瓶頸的時候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拿你的問題 因為我解不出來嘛 我知道你一直說它很簡單 我知道因為我拿給人家 人家可能說那很簡單啊 你為什麼解不出來那很簡單 因為忘記我是小學一年級嘛 我是小學一年級 在這個區塊裡面我是小學一年級嘛 然後你呢可能是在這個區塊裡面 已經是升高中了嘛國中了嘛 那今天最好的方法就是拿來問你 那你教我怎麼解嘛 你教我嘛你知道嗎 那當然如果人家嘲笑你的 遇到不小心遇到嘲笑你的 記得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千萬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因為那表示那個人本來 就不是應該要教你的那個人嘛 因為他自己都教不了自己 他沒有辦法教你嘛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就繼續拿著同樣的問題 再去找可是相信我 我個人覺得 就像我之前的直播有說過的 information is in the air for people to grasp 資訊是在宇宙中讓所有人 隨意可以拿去的你知道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答案也是這樣子 人生的答案、人生的功課也是這樣子 我常常覺得說人生在面對人生中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不需要花錢去得到答案的 我個人這樣覺得啦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你知道看思很多人可是我真的 我沒有而已因為有些人領悟比較多 然後他們也要過生活 所以你們要尊重他們你知道嗎 他們過生活他們需要賺錢養家 然後他們動物的比你快 因為他們人生投資比較多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時候你知道 大家也是要付錢 尊重一下人家的專業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如果你剛好沒錢的話 如果你剛好沒錢的話 然後你也不介意多花一點時間慢慢走的話 那麼我個人其實是覺得人生中 人生中的體驗、經驗或者是一種成長 或者是一種誤導 不管你今天講了什麼東西 其實是不需要花錢去得到的你知道 它只要透過你很真實的過著你的每一天 很認真的過著你每一天 然後很記得要去呼吸 記得要吐氣 你知道 笑的時候記得要微笑 神奇的時候記得要流眼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覺得在這些過程當中 它其實都是會幫助你們成長的 因為這是我們之所以選擇成為人嘛 因為我們有感官啊 對啊 說不講 你看我每次說不講 然後不講還是講很多 呵呵呵呵呵 PASS THE LIFE OF ONE AND THE SAME THING 對 第十階 對啊第十階根本就不會讓你找到 基本上相信 第十階根本不會讓你找到 它根本不會讓你知道它是誰 因為它讓你知道它是誰了 它在這一個世代 它不小心打到這個世代 它就留下了印記 留下印記之後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第十階不太會讓你 其實自己設計讓自己創傷的功課 是啊 自我情感總覺得很難控制 自我情感很難控制 不要想去控制啊 我發現情感 情感這件事情 真的不要想去控制它 因為我們想 我們都知道嘛 因為想要控制的東西 其實常常會產生反效果、反脹力 所以在你們要學著掌控自己的情緒之前 其實你們最需要去學會的 叫做接受 你們必須要接受自己的情緒 我現在很難過 我現在很高興 你知道嗎 而不是在難過的時候 在想著高興的事情 在高興的時候在想著難過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們的情緒、你們的感官 從來都沒有align 從來都沒有對齊的時候 這也是為什麼日子會過得比較難過的原因 第十階的靈魂會有意外嗎 第十階的靈魂很常穿越時空啊 意外不至於你如果到十階的話 真的沒有所謂的意外 沒有同理性 呵呵呵 不是你們的高齡沒有 我們的高齡全部都沒有同理性 呵呵呵呵 難怪你覺得自己一直被按下去師徒 好可憐 我也常常有這種感覺 重點在於我們的高齡 我們的高齡 不夠nice 呵呵呵 功課到答案 功課到答案到處都有線索啊 對,因為我們的高齡覺得他們比較聰明了嘛 所以在我們身旁其實常常直了很多的線索 而且現在網路直發達的 你會發現線索有時候不是直在旁邊 你知道網路這樣子 有時候開個視頻不小心就會看到你要答案 有時候翻一本書不小心就看到答案在哪裡 你知道,因為我們犯過太多錯 我們少說每一個人輪回至少50次你知道 至少50次 你就知道因為我們犯的錯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告訴自己我變得更聰明一點 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哪裡 因為我們又忽略了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 我們的教育還在教育我們那種受害了門格你知道嗎 呵呵 所以我們高齡又忘了一件事情 我們到受傷的時候就習慣躲起來 我們受傷的時候大家都習慣躲起來你知道喔 所以我們誰又不會向外 我們不會向外伸援手 我們也不會向外面請求援助你知道嗎 所以 這又是他們沮喪的一點嘛 沮喪一下 靠!我已經什麼東西都直了 你們只要開個口問就好了 結果忘記說啊 難過悲傷的時候嘴巴都張不開怎麼問 我這樣 我覺得我開這一集閒聊可能到最後會很多 遭到很多高齡的毆打吧 呵呵 接受自己其實是蠻重要 接受自己真的是蠻重要 你真的要學會接受自己之後 你才有辦法學著愛自己 對啊 痛苦,對啊大部分的痛苦來自於 不接受自己啊 真的啊你們會發現 不管你們今天是選擇什麼 因為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視頻 其實我可以我啦 我個人有感覺我可以感覺到世代在改變 我們世代是在一種比較多元的角度在改變 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 就當然舊的時代跟新的時代在overlap的時候 難免會有拉扯 所謂的舊的時代和新時代在做交換的時候 難免會有拉扯的原因是因為 舊時代會時代會用那種黑白觀念去 去詮釋所有的灰色地帶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嗯... 呃他們看到灰色的時候 嗯這是這是對的、這是錯的 他們只會辦的這是對的、這是錯的 他們忘記其實灰有很多種灰 尤其做視覺設計的知道灰有很多種灰 你要是哪一種灰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在做拉扯 所以至少... 姑且不要講舊世代的是什麼講 新世代我就會發現你們應該開始看到 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會願意站出來 然後告訴... 以他們自己的身分告訴你們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聲音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種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性別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喜好 這種東西你會發現我們越來越趨向一個潮流 趨勢是尊重別人有他們的選擇 尊重別人有他們的喜好 因為到最後你會發現這是他們的人生 不是你的人生 即使他是你的小孩、即使他是你的身旁人 在他們死亡的時候 這還是他們的人生、不是我們的人生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因為這是他們的人生 如果你了解這一點的話 你就會尊重、你尊重他 因為你希望他們也給你同樣的尊重 所以今天不管他們的喜好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性格喜好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偏好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宗教喜好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論點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個人... 個人所相信的那一個... 那個真理到底是什麼 不管在你眼中你到底是可不可以認同 不管... 就像我一樣啊 我懂... 我發現我懂很少的時候我話很多 當我越懂越多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其實我沒有任何的權利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地位可以去批判任何一個人 因為我必須尊重那是他選的 那是他選的 那是他選擇的路 那是他選擇的平台 今天不管這個結果 或這一個 outcome 是不是我喜歡的 我都沒有批判他的權利啊 為什麼?因為那是他的人生 不是我的人生 我今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人生過齁 我今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確定 我有學到我之所以來到這一... 這個投胎該學的功課 然後有做到我這一個... 我投... 之所以投胎想要完成的事情 你知道嗎?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不斷的把東西期望這些東西丟在他人身上 到最後他變得很不合理 因為...那不是你要過的日子 那不是你要過的人生 那也不是你要得到的體悟、體驗、體悟 今天說真的啦 在市面上很多潮你知道 什麼...什麼黨真之真 什麼...他就是比較好、他比較不好 慢慢的他真的會隨著你了解的東西 越來越多你會發現所謂的爭執真的是沒有必要 或者是今天我們在說 啊!有些人說多元...多元婚姻好 有些人堅持你就是不能這樣 我說真的...吵什麼?吵什麼? 我今天唯有人家來逼我跟他談戀愛 然後你就明明不是我那一款的時候 我會不爽啊 呵呵呵 因為你顯然就不是我的功課啊 你顯然就不是我的菜啊 你要叫我硬吞我會吞得難過啊 可是今天人家如果跟我說那一家菜很難吃 我就不要去吃就好了嘛 我管那麼多幹嘛 我去抗議幹嘛 我去競爭幹嘛 呵呵呵 我去跟人家...我連吃都沒吃過的人 我去跟人家... 你知道... 舉起抗議幹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我不喜歡的東西 並不表示全世界人都會不會喜歡啊 我不喜歡的東西搞不好有些人喜歡啊 就像我不喜歡茄子 這世界上很多人喜歡吃茄子的意思是一樣的啊 你知道我在... 你們現在已經知道為什麼 滿足我可以這樣一直講一講一講一講 我可以一直講一講一講 因為... 我的世代就是這樣子 我的腦子就是這樣在轉的 我的腦子常常會很跳痛 然後一個問題再接一個問題 然後莫名其妙就是不知不覺就很多問題 所以... 不過好啦好啦好啦 只要小小的分享 怎麼講悟到講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你看吧 我不喜歡茄子 當場就有人有茄子了吧 呵呵呵呵 茄子... 茄子沒事也打槍 我只是舉例嘛 茄子本身有沒有錯 茄子本身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好壞對錯 那我今天是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茄子 然後人家說 誒我們現在要鼓勵茄子 茄子有欲生聽我們要... 我們要那個... 鼓勵每一道菜裡面都要有茄子喔 你知道然後我就因為不爽嘛 因為我不喜歡茄子我就上街抗議嘛 你知道我就要上街抗議啊 我就... 我就你知道 不行啊我不喜歡茄子啊 你怎麼可以有茄子 那基本上... 這只是另外一個說法 可是基本上你們有沒有發現 線下... 線下的抗議遊行都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不喜歡茄子 因為你覺得這世界不能只有茄子的存在 所以你去抗議嘛 可是重點是我們都知道嘛 你不喜歡就不要吃嘛 呵呵 除非你今天硬逼我吃嘛 那我才會覺得說 不行那我要抗議嘛 你可以有茄子 可是你不要逼我吃嘛 對不對 同樣的意思啊 我覺得這個茄子很可憐 茄子只是今天我們的代言人 我對它沒有任何惡意 我只是不喜歡吃它 可是它顏色還蠻漂亮的 呵呵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可以把茄子這一個 其實進來聽茄子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全部都是茄子的 茄子的... 呵呵的話題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一定有人喜歡吃 可是我們不可以拿自己的標準 去肯定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要怎麼循環 怎麼走 因為我說過人類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聰明 你們人類真的只有用邏輯的33%在運作這個世界 所以用33%的腦子去解釋這個宇宙 100%的宇宙是不合理的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既然我們33%的腦子有存在理由 那我們就用它來管好自己就好了 管好自己就好了 你們想像嗎 這個社會如果每一個人都管好自己喔 管好自己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管別人的事情 這個世界如果每一個人都管好自己的話 它基本上就太平了嘛 你知道嗎它就太平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管好自己 你每一個人都知道尊重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知道有因果循環 每一個人都知道最基本的 那叫基本的常識的話 拜託 你知道我們在講的是每一個人耶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就已經沒有 它沒有道理了嘛 就像你知道那天我正在講 為什麼這個話題啊 說到管好自己這個話題真的有講很久的原因 我告訴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個人沒有偏見 我每次講到這樣聲明我個人沒有偏見 可是我那天在開車的時候看到一群人 他們在抗議 抗議政府 不可以通過墮胎 不可以通過墮胎 的法令 你知道 呃... 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墮胎 他們是反墮胎集團 對於是反墮胎 他們不贊成所有的人 他們基本上你只要懷孕你就要把它生下來 然後在那開車當下 他們在...他們一直在反抗政府嘛 就是政府不可以讓這個法... 就是讓墮胎的法令通過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開車的時候 其實剛好我女兒在車裡面 然後我女兒就...她突然... 我現在還蠻清醒我女兒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我不知道... 我女兒就說 我不知道他們在反抗什麼 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反抗什麼 她就說 他們雖然反墮胎 沒有錯 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 你知道這句話竟然從... 從我女兒嘴上 她就說她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這個人她是被強暴的呢 然後她是不是...她又沒有辦法剁 她必須把這小孩子生出來的話 我女兒就說她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人要怎麼過日子 我說對啊 因為沒有同理心啊 因為他們沒有親身體驗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他們會做出這樣的結果 這就是我說的 因為他們生...他們的生命中只有黑色跟白色 所以他們看不到所謂的灰色地帶 其實我們活的這一個世代 真的...我不是在騙你們 我們活到這個世代 它其實全部都是灰色地帶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人生中其實真的有很多... 與其不斷的去抗議 不斷的去說你們... 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我覺得這本身已經失去它的意義存在 因為我今天...我之所以是對的 因為我要過的是我的人生 並表示我的人生適用在你身上 所以我沒有辦法強壓自己的... 強壓自己的...認知、硬壓在你身上 因為不一定適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跟國女兒講說 我說對 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們會去注意到 其實...你要抗議的對象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 而是你要從你的教育開始做起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你的教育從小就教育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對彼此有尊重的話 那麼這個世界減少了所謂的強奸 或者這個世界少...少了所謂的亂倫、暴力這些東西的話 那麼自然就沒有墮胎的必要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它自然就是會活在一種... 我是因為...我知道怎麼對待一個女生啊 我也知道怎麼做安全的性啊 我也知道什麼時候是適合小... 如果我們從小就開始教育起 我們知道什麼是基本的、什麼是基本的尊重 什麼是基本的人權的話 那麼接下來你們所抗議的這些東西它都沒有後果啊 那你現在不注重在你的教育 反而去抗議政府說不應該執行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講它本身就是一個本末導致的事情 對不對 不過anyway這是一個很長遠路 我不覺得教育會在這個時候改變 就像我女兒如果成績不好 我就跟她講說 你就再忍一下吧 因為我們都知道教育有一天會改變 它只是可惜它不會在你這個時候改變 呵呵呵呵 所以你就盡可能的你知道 敷衍我、敷衍這個教育制度 然後讓自己安全的過關吧 呵呵呵你知道嗎 我只要求你在安全的界限過關就好 我不會對你要求太多 因為我了解這個教育制度下的缺陷到底在哪裡 我們太著重在學習成績上面 我們忘了去正視每一個人的喜好 每一個人的專長、每一個人適合做什麼 不適合做什麼 你知道我們用一種觀念去標榜 每一個人的觀念是什麼 就像昨天我老公又跟我講 他說 我一定講超過一個小時對不對 呵呵呵呵 好了好了好了我又要把它wrap it up 我真的... 你要叫我閒聊我真的會講很久喔 呵呵呵 我閒聊真的會講很久 可是我真的努力努力想辦法不要讓自己這樣子 可是anyway我老公曾經就跟我講一張 他就跟我講說 年紀越大 人的年紀越大 就會越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你知道 他說我越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不想要為他人而護 然後我就突然發笑嘛 我就說其實啊 這應該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只不過可憐在我們這個世代 我說我們這個世代這個觀念是到 這幾年才被介紹的 你知道就這幾年才被介紹 要是我們從小就有一個父母 或者是從小就有一個環境告訴我們說 你們必須找到自己是什麼 你們必須要了解去接受自己 你們必須要學會愛自己的話 相信我們我們會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不會到年紀大的時候 才在說嗯不行我要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或者是啊不行我要多做運動 要把身體保養好 或者是嗯我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不對我說世代在改... 我說我們其實就是世代在改變的最好證明 所以因為我老公有時候常常會以舊有的觀念 你就是要成績很好你就是要幹嘛 你以後才會有出息 然後我們其實蠻常因為這樣子 的話題產生爭執的嘛 因為我其實我老公還蠻old school的 蠻old school的 然後常常會產生爭執的時候 我真的其實就是... 我常常跟他講的是其實這個世代在改變 這個世代在以一種很飛快的速度在改變 因為資訊發達的關係 所以它改變速度非常的快 它不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邏輯或者大腦 或者是我們認為的嘗試 去判斷它未來會怎麼發展的 你知道嗎 可是我知道的是如果你總是 在你小孩子身上挑毛病的話 他們就是不夠好、不夠認真 相信我你只會養出有毛病的小孩子 你不會養出很有知性的小孩子 為什麼?因為版主我做了諮詢很多年嘛 我知道我的客戶問題都出在哪裡嘛 所以我常在跟小朋友講的是 你們只要想辦法不要成為我的客戶就好了 我只要求你們不要成為我的客戶 那就夠了 所以...anyway 接受閒聊運氣也是一種開悟 啊...不是接受閒聊很久 我真的是覺得我閒聊講太久 不過... 好啦好啦咱們做總結啦 再不講下來真的又一個半小時 然後又被人家罵 哈哈哈哈 我其實本來只是要上台講大概15分鐘 我預計給自己在15分鐘講開悟的 講開悟而已喔 因為這是一個只有亞洲人才會有的問題 可是怎麼會不自覺有講這麼久呢 這永遠是一個解不開的迷思 好了大家去睡覺了 這麼晚了應該是大家的半夜了 我們不要講了 我們...把剩下的話題留到以後當... 直播的時候的話題再來講 好我們讚圈先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